王莽应该是最能装的权臣了吧 没当皇帝之前千功礼让 大臣跪着让他黄袍加身他死活不同意 就算私下也是一副证人君子模样 皇上不许乱教 我是社皇帝 而王莽的弟弟却认为 如果没有王莽苦苦之称 大汉王朝早就灭亡了 如今他已经得到了朝中多数官员支持 就算民间也有一些人请愿让他称帝 不如黄袍加身做个真皇帝 假的社皇帝有什么意思 却遭到了王莽的反驳 也说也不像话了 做皇帝是天命 为天命是从 才能服人心 岂可强求 在王莽看来 他如今只是得到部分人表面支持 多数人本心还是支持大汉 刘家两百多年的基业 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他们的人心不死 我们就算当了皇帝 也不踏实 此时的王莽知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要想取代大汉 他还要做更多的努力 为了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 他进行了托古改制 学习周朝的一些举措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王田令和私属令 所谓的王田令就是恢复周朝的景田制 将土地收归国有禁止私人买卖 私属令就是禁止买卖奴婢 王莽的这两项举措 本质上是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 但却得罪了当时的豪生贵族 让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交出自己的财产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王莽的很多举措就是将流姓贵族的土地 分给其他家族 这也直接将流姓贵族得罪 流姓贵族结成一股绳准备推翻王莽 此外一些老牌世家大族也受到侵害 英丽华一家是南洋的世家大族 他的哥哥殷实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王莽的举措本质是好的 但是在实行过程中操之过急 王莽对世家大族出手 而世家大族则是准而对付百姓 急于求成反倒是让很多百姓没有获得土地 反而比起以前混得更糟糕 以至于出现了很多流姓 王莽不急着当皇帝 但是他的儿子和弟弟可不这么想 王莽一旦当了皇帝 他们就是太子和皇叔 于是故意将提前制造的祥瑞上报给王莽 想逼着王莽篡位 说着祥瑞是先人送到高祖庙 王莽当然知道这是有意而为之 但他的内心已经开始松动 老坚俱华的他并没有及时表现出来 而是吩咐手下将祥瑞城送给太皇太后王正军 因为皇帝最重要的传国玉玺还在姑姑王正军手里 只有得到姑姑认可得到传国玉玺 他才能名正言顺继位 传国玉玺还在我手里呢 他想当皇帝 除非我死了 王莽忙着搞事业 而此时的刘秀还在英家和英丽华谈情说爱 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